那這個破壞行為叫竊取 那它真正的定義呢 是什麼 從這個圖來看 可以濃縮成10個字 這個一定要記 叫破壞原持有 建立新持有 破壞原持有就是上面這個 建立新持有就是 左半段 左半邊這邊 那這邊都會有相對應的烤點 破壞原持有它要強調的是什麼 這個你的烤點在於 切到的 預備跟未稅的區分 也就是什麼時候可以算是切到的左手10點 建立新持有它的烤點在於 切到的記稅10點 好我們分別來看 切到預備跟未稅 要怎麼區分呢 這個 這個 食物 跟學說完全不一樣 食物 它認為是什麼 你必須要什麼 搜尋 這個叫 必須要以目光 搜尋財物 所以你要有一個搜尋財物的動作 例如說 環顧四周 翻箱倒櫃 然後這些 至少要以目光搜尋財物 或者你也可以說這個叫什麼 物色 物色財物 搜尋財物之際 但學說就是以什麼 主客觀魂和理論來去判斷 好再幫大家複習一下 什麼叫主客觀魂和理論 依照 行為人 主觀的犯罪計劃 然後去看行為人客觀上所做的行為 他是不是 已經製造了 是否以製造 對於法義 有什麼 直接 密切 或者你寫 密切 或者是密接 都可以 的危險 所以這個就等於有點像具體個案認定啦 因為這個也沒有 這就是個標準 他不是每個個案都一定 符合 這個標準 但重點就在於他要依他的犯罪 主觀犯罪計劃來看 這個概念很重要 所以 預備跟未稅他的區別就在這邊 切到預備跟切到未稅 好 那15有個很重要的建議 就是82年第2次刑刑決議 好這個之前應該也有 告訴大家要記 82年第2次刑刑決議 好 那這個是 切到預備跟切到未稅 那切到記稅呢 就是去看什麼 這個財務是否已經 置於自己的實力支配之下 好 那你在判斷這個財務 是不是已經 自於自己的行為人的實力支配之下之後呢 這個 學說會提出兩種不同的標準 他會依照什麼 財務的大小 來去區分 這是學說見解 好像黃慧廷老師就是這樣採 依照財務大小去區分 小型財務 跟大型財務 那小型財務常常就是會在什麼 例如說商店竊盜 的案例當中 大型財務例如說之前的那個 什麼封倒舉木案就是 斑木頭 例如說 這個 盜墓 盜財 呃 舉木 就小型財務來說 你只要把這個小型財務放到包包放到口袋 這個就算是你已經把財務置於自己的實力支配之下 但對大型財務來說 例如說舉木那麼大一根 你怎麼可能把它放到自己包包的口袋 你必須要什麼 直到搬離 現場 把這個大型財務搬離現場 你才可能什麼 承認 才算是 計稅 你沒有搬離之前 你被抓 即便這個 舉木已經被你砍下來 但是這還是屬於未遂階段 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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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切到繼位歲的這個認定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這個在食物上很常見 烤雞也常常出現 好 剛剛講破壞原池有建立新池有 這個意思是說 它的客觀構成了解 所以 320 它的客觀跟主觀 它都有烤點 那竊取行為 我們定義已經剛才講完了 好 第一個 第二個 你如果去看320條 它講的是什麼 竊取他人之物 所以這裡寫他人之物 第二個烤點在於 第一個烤點竊取就是它定義的烤點就在這邊 好 那第二個烤點在於這個他人 他指的到底是什麼 他指的是他人所有的洞產 還是他人持有的洞產 多數學說才他人所有說 為什麼 因為他說立法者既然講他人之物 這個代表意思是說是他人對於這個財產犯罪 對於這個財物本身 所享有的這個所有權能 所有權能 那為什麼不包含他人持有之物呢 因為就會造成什麼 許多說認為如果你包含他人持有之物 會導致一個情況 當持有人有多數人的時候 跟持有人還有所有權人之間 他有發生爭議的時候 這個會變得很難處理 所以他這邊講的他人所有之物 他要強調就是 雖然我們對於物這個財物的認定包含所有權 包含有保護到這個 不好意思 這個物有包含 法律上的財產概念跟經濟上的財產概念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概念是什麼 最重要的我們最後還是要回歸 民法上到底有